朱瘟起來又變成蔡英文總統 另外一個競選連任的政治資本 從1月1號開始就是 你朱瘟房子都無法合作 哪來兩岸一家親 然後疫情的失控已經是事實 然後中國應該要把疫情透明化 到1月5號甚至說 應該回到人民共同利益的問題上 身為大國應該對國際社會負責 不應該隱瞞疫情 總部連通報疫情 都需要通關密語 那不是只有蔡英文總統出招 外交部就直接在Twitter上面 直接講說 中國連自己的豬都管不好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應該和國際社會一直還要插手 不能讓他們自己在那邊搞 然後國防部也跳出來了 國防部從1月3號到1月4號開始 還有非洲豬瘟的防疫整備會議 密切跟地方聯繫 完成化學兵部隊的整備 以及落實官兵個人防護 若有發現死豬 尋戰情系統回報 其實最近這幾天真的很多 包括屏東 桃園 泰山 金山 全部都回報了 金山那隻結果我發現是一條狗 然後大安區今天下午也出現一隻 是一隻300公斤的色香豬 到底有沒有染豬瘟 目前不知道 現在台灣人是蚊豬色變 實際上早在去年8月的時候 這個非洲豬瘟感染的效益 就已經傳出來 當時農委跟環保署 僅確認全台廚餘養豬廠的數量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什麼事也沒幹 然後到了12月25號 雲林縣張立善 他就任當天 他立刻下令 雲林縣全面禁止廚養豬 結果行政院居然是指責他 說他說 你怎麼可以不跟我們大家一起行動 你讓這些多出來的廚餘 怎麼解決 這個都沒辦法處理 如果你們廚餘太多沒辦法解決 你們雲林縣要自己搞定 真的是這樣子嗎 結果到1月3號 農委會說集中管控更有效 計畫在半年內設置聯合 廚餘處理中心 這是我聽過最荒唐的一件事情 如果萬一聯合處理中心感染 不是全台灣一起輪陷 你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 這是非常詭異的一個計畫 但到1月5號又變了 他說台灣一旦發生疫情的話 會立刻禁止你處於養豬 跟疫情發生 你再禁止處於養豬來得及嗎 到第二天1月6號又變了 他說加強管控1155間 不符合處於真主標準的養豬廠 一週未改善 這樣強制轉為飼料或退產 他每天都在變 然後你到底準則是什麼 你到底是不是要準確 人家處於養豬呢 所以我們的政府 所有的政策都搞得 讓農民聽到無啥啥 所以人家1月17號 準備要群體北上沉抗 因為你政府根本讓農民無所適從 這樣的政府真的有心要防疫嗎 防疫如同作戰一樣 然後這個豬的問題其實是病毒 豬很難管 然後我們的外交部竟然說 你中國連自己的豬都管不好 豬會跑來跑去 不好管 我們的廚餘不會動吧 對不對 廚餘我們也管不好 我們有什麼資格去罵人家 豬管不好的 但你說廚餘的這個問題 要更荒謬了 張立善真的是有先見之明 我剛剛講過了 他就是因為農業縣 所以他很清楚 但是很多地方 我還是必須要為那些所謂 還在用廚餘養豬的這些養豬戶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 一貫的一個策略 目前為止還有1155的人 並沒有登陸 然後你知道嗎 彰化過去是我們廚餘 招收量是最多大概三成 目前為止他們廚餘的 所謂的招標已經流標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敢收廚餘 過去一頓是1.4公斤 4塊錢現在變成0.5 所以他們一年活活生生 就損失了250萬 然後新北市的 所謂的廚餘的招標 也流標了 屏東也是 所以有很多人 還是存在用廚餘 你既然不能用的話 你到底下面的方式是怎麼樣 廚餘的招標又不斷的流標 重點是廚餘還是存在 這些後續的配套措施 又是在哪裡 所以難怪很多人 17號要北上 其實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是說要全部禁止 然後我們用飼料 也很多人認為說 你總要把我們廚餘的配套弄好 現在全部流標 這些該怎麼辦 所以總而言之一句話 廚餘不像豬一樣會動 廚餘就處在那個地方 你就好好把廚餘的部分 措施來告訴我們 我覺得把這個處理好 你再來管管 別人家的豬怎麼跑的 不要今天這樣子 明天這樣子 後天又有一個新方案 這樣子大家比較 有方向可徵 今天談的話題 其實我談到現在 我覺得是同一個話題 都跟豬有關 我感覺真的是同一個話題 不是說朱立倫跟豬好是諧音 不是 而是真的 觀眾朋友 我真的覺得是同一個話題 與其除了去指責 就是好像所謂的隱匿疫情等等 上禮拜五的聖喉龍 我們也給大家看了 農委會都有每天 從8月3號2018年的第一起 在大陸出現的這個竹瘟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就已經上報了 所以資料都有 我們農委會也有 他只是沒有直接告訴你 我們現在陸委會跟國大陸本來就沒有通 所以兩年來本來就沒有 你還是會有資訊 但你要怪也是可以 就你以逆 你都沒有跟我講 你都告訴帥將軍沒有告訴我 可是我還是看他臉書 我都知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立刻使用飼料來養豬 但他又不要 他說只要出現了 沒有 他有說一旦發生疫情 就要立刻禁止 他為什麼要等發生才要禁止 一旦發生疫情 就無法保證疫情不會擴散 防疫就是0分跟100分 沒有60分 所以講這句話 那就不知道到底 現在到底在防疫還是在拚政治 同樣的道理 剛剛我們所講的 蔡總統有蔡總統的看法OK 你也可以立刻 就像以前夏立言回答成其邁 我還記得很清楚 你人從肯亞被帶去東國大陸 是詐騙犯 都沒有作為 那時候是馬英九 還執政最後兩個月了 不然怎麼辦 你想怎麼辦 不然我們就直接斷掉傳統